首先打开咖啡色的管件盒 拿出两根母管 拿出家常管与母管连接 用短螺丝螺母固定 取出家常管底部 将固定好的家常母管依次穿入底部中 拿出公管依次穿入底部的另一端 并与母管连接 拿出白色横杆 依次按顺序穿入底部 安装过程中要插入一边 另一边同时旋转公管 装最后一根时将一侧提起来 倾斜45度以上 方便插入公管中 拿出最小的自公丝 将中间的横杆孔位和公管的孔位 合对一致 拧紧螺丝 用短螺丝固定家常管与公管 固定好之后 将床底翻过来 将白色的横杆朝下 拿出床尾和贴画 按照摩切顺序 小心地撕开贴画 依次贴好 扣上黑色的鼻子 迷你和笔其款有 拿出短腿 插入床尾两侧 用长螺丝固定床尾和短腿 拿出长腿 插入床头两侧 将床头放置于预留孔的一侧 用长螺丝 依次穿过长腿和母管 与床头连接 用短螺丝固定床尾和公管 螺母在内侧 螺丝在外侧 用短螺丝固定床头和母管 螺母在内侧 螺丝在外侧 拿出床脚与母管连接 注意床脚中心孔位与母管孔位一致 用长螺丝固定床脚与母管 用长螺丝固定床脚与母管 不要拧紧 长螺丝在内侧 螺母在外侧嵌入 拿出护栏 旋转嵌入床头缝隙处 注意护栏爪向内侧 用短螺丝固定床脚与护栏 如果孔位不通 请水平移动床脚 使孔位一致 短螺丝从外侧插入 螺母在内侧嵌入 ž阿飞 调整床体 让床处于平衡状态 塑料床脚垂直地面 拧紧所有螺丝 铺上床垫 完成安装 谢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